世界经济的服输 比半年以前想象的要慢一点 人数的部分估计大概有三万多 无新价总比你去把员工几乎掉好 无新价再怎么样 它还不算是最坏的情况 最坏的情况就是开始出现大规模的裁员 11月30号周三晚间10点 公示13频道独立特派员 无新价之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